朋友们好,这期继续来讲《黑车司机62》,莫小瑜没有联系英康宁,而是联系了蒋玉然。蒋玉然是专门替英康宁收罗这些东西的,所以找他比较合适,对于英康宁这个人,莫小瑜还是采取能不交往就不交往的原则,更不想有什么交集了。 在泰国发生在胡杨林他们身上的事,让莫小瑜看透了英康宁这个人的心思不善,对于这样的人,还是小心为妙,而眼前这个文胜利,更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自己一直都很敬重他的,再加上和文家昌是同宿舍的同学,这么好的关系,文胜利都能下手,他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在没想到更好的脱身手段前。 只能是虚语尾仪了。 喂,老弟,你终于算是想起我来了,我还以为你把老哥给忘了呢。 蒋玉然接通了莫小瑜的电话,问道。 蒋大哥,我想你了呗,现在在唐州吗? 莫小瑜问道。 不在,我在金门呢,英总回来了,所以我也就跟着回来了,你找我有事? 蒋玉然问道。 我倒是没事,我最近找到了一方印,不知道英总是不是有兴趣。 莫小瑜问道。 印章? 什么时候的? 蒋玉然问道。 我知道,英总是非皇室,遗物不收,当然是大清皇室的遗物了,是乾隆爷用过的一方印。 不知道英总是不是有兴趣。 莫小瑜问道。 嗯,我没见过食物,也不好说,既然你说是皇室用过的,那一定差不了。 对了,你要是能脱开身,来金门一趟吧,拍几张照片带来,我让英总看看。 他最近很忙,贺静生的公司收购出了点问题,这也有你的股份,你不能甩手不管了吧? 香港的酋爷也在金门呢,你们好久没见了吧? 蒋玉然在电话里说道。 那好吧,我去一趟。 莫小瑜答应了。 文胜利看向莫小瑜,问道,怎么样? 文叔叔,我要去一趟金门市,有个企业家专门收罗大清皇室用过的东西。 我觉得,这方乾隆爷用过的印章应该能卖给他,我和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我拍几张照片拿给他看看。 莫小瑜说道。 哎,你还来回跑啥? 这东西你直接带着去,不就完了吗? 文胜利倒是信得过莫小瑜,既然莫小瑜答应了,就不怕他半路撂挑子。 哎哟,这可不行,这玩意太贵重了,万一被偷被倒,我可赔不起,再说了。 身上带着这东西登基什么的,不都太方便,如果他们要看重了,再来也不迟吗? 莫小瑜拒绝了文胜利的好意。 这到底是好意还是恶意,谁也不知道,但是莫小瑜却知道,这方印章是所有文胜利的藏品中最贵重的一件东西了。 这玩意是乾隆爷用过的,那就意味着,这很可能是乾隆爷把玩过的,那可是龙爪触碰过的哦。 莫小瑜告别了文胜利,又去了金刚头家里,这家伙还在家里等信呢,一听莫小瑜要去金门,也想一起去,但是莫小瑜一想,自己去是为了见买家,金刚头跟着不合适,也就算了。 文胜利亲自给莫小瑜订了飞往金门市的飞机,飞机到了金门,莫小瑜本以为打车就可以去找蒋玉然了,先见见蒋玉然,然后再说见不见殷康明的事。 但是没想到,蒋玉然居然来接机了,这倒是让莫小瑜颇感意外。 不是吧,蒋大哥,你亲自来接我,公司没人了。 莫小瑜问道,上车聊,不是公司没人了,而是想和你说点事,在唐州时一直没时间,也不方便,现在多好,就我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蒋玉然说道,怎么听你的意思,有些话难以启齿啊,是难科方面的。 莫小瑜笑道,你这个家伙,还是有嘴滑舌,知道英总回来多长时间了吗? 蒋玉然问道。 这我不清楚,你们走时也没联系我呀。 对了,我这几天倒是去了一次英总的半山别墅,我去的时候被董子墨占领了,正在开舞会呢。 莫小瑜说道,英总回来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正在和董事长较量呢。 蒋玉然抛出了这么一个重磅炸弹,莫小瑜还真是被震到了。 什么意思? 莫小瑜不明白,蒋玉然的话里到底蕴含着什么惊人的信息。 前段时间,董子墨搞了一点小动作,这件事你肯定知道,他们这边的人没少说你的事。 你小子也是,见色妄异,为了一个龙又轩。 硬生生把董子墨父子不好的天罗帝王撕开了一个口子,你说,这父子俩恨不恨你。 蒋玉然说道,莫小瑜越听越心惊,看来自己帮着龙顶天这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妈的,自己在这场乱战中得到什么了? 就连想成立一家公司,得到龙顶天的照顾,这个老家伙都旁顾左右而言他,一会这个条件,一会那个条件。 蒋大哥,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都一起说了吧。 莫小瑜说道,对你来说没有更坏的消息了,但是对于汉顶集团来说,更坏的消息就是,英泽集团还是要参与潘家村项目的改造。 之前他们倒过的那些事没起到任何的作用,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离间了龙顶天和英泽集团的关系。 蒋玉然说道,还要参加竞标。 这个混蛋沐英泽怎么说话不算话? 莫小瑜愤怒地说道,因为这事是他亲自参与的,而沐英泽也是亲口答应的,但是现在却反悔了。 这怎么解释?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董天明不知道受了谁的蛊惑,非要在潘家村那片土地上建设一个唐州式的标志性建筑,建一个广场公园,这一下将消去一半的土地。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蒋玉然一字一句地讲述着莫小瑜不知道的这些事,直到听得目瞪口呆。 那这项目也不能不建设了吧? 这不是明摆着会便宜沐英泽了。 莫小瑜问道,那倒不会,但是就广场的问题董事长和英总始终谈不拢。 你说怎么办? 蒋玉然也是颇感无奈地说道,利益永远是横跟在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试金时,董天明要的是政绩,是能让人几年几十年后还能津津乐道的形象工程,但是英康宁要的却是真金白银。 这么说来,董子墨前期运作的事情都没能实现。 莫小瑜问道,可不是吗? 本来英总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讲好的方案是如果沐英泽不参与进来,那么汉鼎集团将拿出一块地建设保障房,这些房子基本就算是送给市里的,但是市里还嫌不满足,还要再建设一个广场,汉鼎是上市公司,不是地方政府的公司。 英总是要向董事会负责的,所以这是谈不拢。 蒋玉然摇头说道,那这么耽误下去也不是办法吧,沐英泽正在酝酿上市,万一上市成功,那么在未来可就有更多的财力和汉鼎竞争了。 莫小瑜说道,可不是吗? 英总的意思是唐州的事先放一放,马上也到年底了,但是金门的事可不小,求爷爷来了,我想着你也是股东,也来参与一下吧。 蒋玉然说道,莫小瑜问道,金门这边也出事了。 从蒋玉然的介绍里,莫小瑜才知道,原来在香港躲避的贺进生在得到自己的后台被正式定案之后,一时间心里惶惶地厉害,以集底的价格将他名下的全部产业卖给了英康宁。 其实,英康宁只是个牵线搭桥的人,出钱的人是求爷和英康宁,以及莫小瑜,但是英康宁是躲在幕后的,可是现在清查到贺进生的资产时,发现这家伙把公司都卖掉了。 办案人员肯定是不同意了,于是揪着贺进生的公司不放,不得已,早已经运转正常的公司逐渐都停了下来。 更为可泣的是,贺进生这个王八蛋半路使得坏。 这家伙为了报复英康宁,低价,逼迫他卖掉公司,居然只是原来自己的手下把一些关键的材料上交给了纪委和检察院。 这样以来,英康宁等人等于是接了个烂摊子,而且有可能是钱财两空。 这个贺进生太不是东西了,那这是怎么办? 市里能压下来吗?莫小瑜担心地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市里能压下来,倒没那么复杂了,现在市里不想管这事。 市委杨书记是英总的老朋友了,但是这件事过于特殊,到现在还没表态。 蒋玉然说道。 莫小瑜被蒋玉然直接接到了汉鼎集团自己的酒店里,金门市是汉鼎集团的总部, 一般接待任务都是在自己家里的酒店里,这样可以省很多钱,而且汉鼎酒店也是四星的。 邱天刚也住在这里。 莫小瑜到的时候,他们还在商量室,莫小瑜也没打扰他们,直接去了自己的房间。 打开电脑连上网,收到了潘心宇发来的消息,还有公司偷拍的拓拔清碗的办公图片。 一切都已经恢复了正常,老板也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再来北京? 莫小瑜只恢复了三个字,知道了。 莫小瑜不想和她走得过于近,因为这丫头的表现实在是太吓人。 对于这样太过主动的莫小瑜都是三思而后行,万一沾上甩不掉,就麻烦大了。 现在潘心宇就是莫小瑜忠实的狗腿子,莫小瑜让她去看房子,只要不是太离谱,她会兑现承诺的,而且每月的钱她都提前打了过去,要想稳定人心,只有钱了。 现在唯一让莫小瑜有点害怕就是那个和黄俊才见面的五长龙,那个人要是想调查这事,恐怕自己脱不了干系,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她一直没找自己。 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依靠国安的技术手段,应该能发现自己在现场出现过,那么他们没有什么行动。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倒是让莫小瑜有点琢磨不透了。 非但如此,这件事奇怪就奇怪,再到现在为止,拓拔清完也没有任何的解释。 她是觉得自己不知道她做的事呢?还是觉得没法解释? 自己现在在金门,北京离金门也不远,要不然联系她一下,让她到金门来一趟。 她想试探地问一下,否则这件事拖得越久,自己的损失可能就越大。 莫小瑜给潘心宇发了条信息,要拓拔清完的办公室的电话,并且问她拓拔清完现在是否在办公室。 这丫头好像现在没别的事了,事无巨细,都会把公司里发生的一切都会汇报一遍。 好像莫小瑜安插在众益珠宝的专职商业间谍了。 莫小瑜用酒店的电话打给了拓拔清完,她接到一个金门市区号的电话,感到起奇怪。 喂,哪位? 拓拔清完拿起电话,问道。 清完小姐,我这里有一块上好的玉石想要出手,不知道贵公司可以收购吗? 莫小瑜问道。 拓拔清完一听,就听出来是莫小瑜的声音了,于是问道,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玉石? 翡翠,有解出来的,也有没解出来的,还可以堵石。 好,我有兴趣,我去你那里看看,要是合适的话,我会买下来的。 拓拔清完说道。 拓拔清完冰雪聪明,自然听出了莫小瑜话里话外的意思, 而且自己又经历了这些事。 他岂能不知道莫小瑜用这样的方式约自己见面,想要干什么了? 终于还是找上门来了。 拓拔清完自言自语地说道。 半个小时后,蒋玉然来叫莫小瑜, 酋爷和英总那边都谈完了,知道他来了,就叫他过去见面。 虽然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但是莫小瑜看得出,这两人的心情都不错。 酋爷、英总,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大事都谈完了吧。 莫小瑜笑笑,上前和酋爷以及英康宁握手。 你小子就知道剪现成的,我们在前面拼死搏杀,你就知道在后面剪漏了。 英康宁笑道。 没办法,能者多劳,我一个晚辈,跟着你们喝点汤。 英总,你不会是连汤都不想给我喝了吧? 莫小瑜说道。 你还用得着喝汤吗? 你做的那些事,我们都知道了。 求爷,这家伙是悄悄地发闷财,不知道和谁合作。 从缅甸岛运回来一批石头,那可都是翡翠原石,不知道发多少财呢。 英康宁不满地说道。 莫小瑜看向了蒋玉然,但是蒋玉然装作不知道,莫小瑜心想,做人真是没有秘密可言。 宗书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蒋玉然,蒋玉然又告诉了英康宁,搞得现在多少人都知道自己干的这点事了。 行了英总,你也别卖太我了,你也说了,那都是翡翠原石,既然有可能出翡翠,也有可能不出啊,你怎么不说这个呢? 莫小瑜无奈地说道。 好吧,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反正你是发财了,偷着乐吧,我们在这里还有这么多的癖。 骨要擦,玉然和你说了这里的事吧。 英康宁问道。 嗯,蒋大哥说了一些,我没太弄明白,说是贺静生倒的鬼。 他以为跑到加拿大就完事了。 他没这个胆子吧。 莫小瑜皱眉问道。 但是事实如此,检查机关掌握的那些证据,对我们非常的不利,现在求爷都亲自来了,这是摆平的希望不大。 英康宁非常沮丧地说道。 莫小瑜不再说什么了,这是可不是自己的特长,再说了,这里是英康宁的地盘,自己可没资格说三到四。 这是的确是透着邪性,本来一切都好好的,说不行就不行了。 英总,你想过没有?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而且,再说了,即便是贺静生要举报,但是那么多的详实资料来自哪里? 他的脑子能记得这么清楚吗? 求爷淡淡地说道。 求天刚这么一说,英康宁的眼睛渐渐眯了起来,求爷的意思很明白,这件事的关键很可能出自贺静生公司的内部,而贺静生将公司卖给英康宁等人后,为了维护公司的正常运转,公司的大致框架都没变。 说不定,这里面就有人会被贺静生收买。 小鱼,你认为呢? 英康宁忽然睁开眼,看向墨小鱼问道。 墨小鱼一愣,自己的意见什么时候这么管用了? 但是他对这事不是很了解,刚刚也只是那么一说,所以,点点头,说道,我认为求爷说得对,有这个可能。 而且我不大认为,贺静生有这个胆子,他藏起来还来不及呢?哪有胆子在惹这事? 可能是有人借着他的名义在兴风作浪,这样也说不定呢。 小鱼的话有道理,英总,你还是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这是一块肥肉,谁多想来一口。 而且现在起诉贺静生的那些公司什么来历,那些债务又是怎么来的,这都是很大的麻烦。 邱天刚说道,几个人这么一分析,屋子里又充满了阴谋的味道。 其实墨小鱼倒是在想,就像是邱天刚说的,贺静生几个亿的公司几千万就卖了,这明显就是在低价抛售,虽然这是让英康宁减了个便宜,但是这也不代表金门市没有其他人不对这块蛋糕垂涎。 英康宁虽然在金门市很厉害,但是再厉害的人也干不过那些半夜里敲闷棍的人,很明显,英康宁此时是被人敲了闷棍了,但是却还什么都没有头绪。 如果真是存在这些人,那么很简单,就是找到这些人,利用一切手段将这些人敲掉,那么对于贺静生资产分配也就没有人瞎嚷嚷了。 此时,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进来,请示英康宁说宴会准备好了,这倒是莫小瑜很吃惊,因为这个女人周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魅意,无论是亲和力还是美丽的容颜,都让人感觉如木春风,这让花丛老手莫小瑜都有点心动不已。 而且这个女人进来时连门都没敲,这也让莫小瑜吃了一惊,因为即便是蒋玉然跟了英康宁这么多年,但莫小瑜进门时也是敲门后才进入的。 莫小瑜本想问问蒋玉然的,但是没想到蒋玉然面色如常,看不出任何的喜怒哀乐。 于是英康宁和酋爷在前,女人挽着英康宁的胳膊,莫小瑜和蒋玉然在后,向宴会厅走去。 我靠,这是什么情况? 莫小瑜轻声问身边的蒋玉然道。 蒋玉然笑而不语,轻轻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苦笑。 莫小瑜此时明白了,这是英康宁的新欢,但是让莫小瑜很奇怪的是,在她和英康宁认识以来, 英康宁不是一个贪恋美色的人,从未见她在人前带着一个女人,这么招摇过世的。 难道这女人是英康宁金屋藏郊,藏在这汉顶酒店里的? 既然蒋玉然不肯说,那么这里面肯定就有故事。 只是这故事是什么,莫小瑜现在还不知道。 这汉顶酒店虽然也对外营业,但是有些楼层是不对外开放的,就比如最上面的三层。 这里是英康宁私人空间,有厨房,有宴会厅,一切娱乐设施都是很齐备,莫小瑜住在下面,囚叶倒是住在这里的。 因为有了这个女人,所以房间里没有在留服务员,到九等一英事务都是这个女人负责了。 她就像是一只蝴蝶不厌其烦地穿梭在绿叶花丛中。 上一次我几个聚会是在香港,这一次是在金门,能让求爷来金门,我感觉很荣幸。 我和你们两位都是合作伙伴,来,我们干一杯。 英康宁很兴奋的样子,举起了酒杯。 那个女人离她非常近,而且一直很崇拜地看着英康宁,这让英康宁的雄性荷尔猛击剧爆发,这是私人宴会,也没有外人,所以,无论是说起话来,还是背地里的小动作,都可以视为是酒宴的佐料。 莫小于看到英康宁的手,在桌子下按在了那个女人的大腿上,而那个女人含羞待怯的样子,让莫小于觉得这个女人可能不简单,至少在女人的魅意方面很不正常。 一句话,她真的没见过魅意这么厉害的女人。 莫小于一句话不说,悄悄吃东西,管她呢,吃饱了自己的肚子才是真的。 而酋爷则是如老僧入定,喝一杯歇一会,不紧不慢地和英康宁聊着什么,蒋玉然则是不停地劝酒,不菜。 这一场宴会吃了一个多小时,英康宁喝得有点多了,而酋爷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毕竟年纪大了,要回房休息一下, 莫小于也想回房歇一会,于是宴会就散了。 她不知道的是,拓跋清晚已经到了汉顶酒店,并且已经办理了入住手续, 可是往莫小于房间里打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打手机是关机状态,这让拓跋清晚很无语。 这人怎么这样,大老远叫自己来这里,怎么又不见面了?难道是有其他的事? 最后一次电话莫小于接到了,刚刚进房间,电话就响了,莫小于还以为是蒋玉然想找自己谈谈呢,没想到是拓跋清晚到了。 自己这个房间,蒋玉然随时都可能找来,所以不大方便,莫小于决定去拓跋清晚的房间谈。 莫小于敲了门,拓跋清晚开门让莫小于进去,让莫小于没想到的是,这才几天的时间。 拓跋清晚又清俭了不少,看上去也有些憔悴不堪。 坐吧,我不能在这里过夜,待会就要赶回北京,你找我有事? 拓跋清晚指了指椅子,然后自己坐在了床边,连鞋都没换,还是穿着高跟鞋。 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莫小于问道,没有,是公司的生意,很忙,我必须回去,而且,我家里有规矩,不能在外过夜。 拓跋清晚尴尬地说道,是吗?清晚小姐的家规很严啊,能在公司过夜,就不能在外面过夜。 你不也去了云南待了几天吗? 莫小于说道,你误会了,我这次来这里谁都不知道,所以。 好吧,我明白了,我叫你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出了点事,是出于合伙人的关心,那个黄骏才还在缠着你。 莫小于直击要害,没必要逗圈子,莫小于也没那个耐心了。 你怎么知道?拓跋清晚问道,你我是合伙人,我要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你也不信,这也不是不信任你,而是有些事你做得过了,我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我想做一个明白的傻子,但是不想被人玩得团团转。 莫小于直直盯着拓跋清晚的眼睛,想看看他怎么解释这事。 莫小于以为自己这么说后,拓跋清晚肯定会矢口否认,或者是强调一大堆的理由,但是没想到的是,拓跋清晚没有做丝毫的狡辩,反而是像是长出了一口气似的。 虽然我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是我一直抱着一点点侥幸,没想到你知道的这么快,说吧,你想怎么办? 如果你想终止合作,也可以,你抽个时间去把那些石头都拉走吧,是我对不起你,我无话可说。 拓跋清晚说道,这反倒是将了莫小于义军,莫小于愣了一下,问道,清晚,你我合作得很好,从一开始到我上次去北京,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明明不爱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不觉得欠我一个解释吗? 拓跋清晚冷笑一下,说道,解释。我没有解释,我也不想解释,拉走吧,把石头拉走,欠你的钱,我会理清后还你。 说完,拓跋清晚站起身要走,但是在经过莫小于身边时,被莫小于一把拉住了,拓跋清晚吓了一跳,看向莫小于,莫小于善善地松开了手。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如果你遇到难处了,可以说出来,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你我既然也是合作伙伴,那我们也是朋友吧,有什么解不开的,你觉得很难,但是到了我这里,说不定就是小事一桩,来,坐下,给我说说,我还是很想和你继续合作的。 莫小于说道,听到莫小于这么说,拓跋清晚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这是他这些日子以来听到的最暖人心的话了,平时倔强高傲的他,居然听从了莫小于的话,慢慢退回到了床边,坐了下去。 但是坐下是坐下了,可是这话怎么开口,那些事怎么可能说出来,那不单单是家仇,那是让人窒息的家仇,所以,两人就这么面面相对,拓跋清晚始终都难以启齿。 好吧,你不想说,我不问了,那我想知道,我能帮你做点什么,你我是合伙人,你是这一行里的佼佼者,和你合作我放心。 莫小于说道,拓跋清晚常常出了一口气,说道,算了吧,我这个公司还能开几天,也不知道,可能明天就黄了呢,我也不想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所以,那些石头你还是拉走吧,晚了可能就没了。 什么? 不会吧? 莫小于吓了一跳,拓跋清晚这是打算撤摊子了,这可不行。 正如英康宁说的那样,那些石头不知道值多少钱呢? 而且,莫小于相信以宗书的眼光,虽然不可能每块石头里都有翡翠,但是也不可能都没有吧? 况且从前面解开的这些石头来看,宗书的眼光还是不错的,要是拓跋清晚一撤摊子。 那些石头真的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你以为呢?我今天之所以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否则,鸡飞蛋打的事不是没可能。 拓跋清晚显得很镇定,但是莫小于看出来了,更多的却是心思,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思。 拓跋清晚年纪轻轻,事业正在巅峰状态,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这更加地激起了莫小于的好奇心,她打定主意了,这件事非得搞清楚不可,否则,自己那些石头没得太冤了。 清晚,你拿我当朋友吗?可以说,我从见到你到和你合作这么大的生意,没几天吧? 这可能就是常说的演员吧,我就感觉和你很有演员,到现在你给我来这么一处,你这不是把我带坑里了吗? 莫小于和颜悦色地说道。 同时,莫小于决定采取一点非常手段,事到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这件事太过重要。 虽然房地产公司还没起步,但是这些石头可是房地产公司的血池,这些石头没了。 自己想要干的很多事就都没了。 求求你,别问了,我是不会说的,别逼我了,好吗? 拓拔清晚摇摇头,非常痛苦的样子,显然是不想再回忆起那些事。 但是莫小于却非要她回忆不可。 莫小于起身,也坐到了床边,因为此时拓拔清晚开始流泪了。 莫小于正好借这个机会,抽了一张纸巾坐了过去,这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自然是没有引起拓拔清晚的在意,她接过莫小于递过去的纸巾,自顾自地擦着眼泪。 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是再难的事也不能放心里。 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解决,否则,你这么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你要是真的病了,我会心疼的。 莫小于的话像是和尚念经一样,开始时还重规重矩,都是朋友兼劝慰的话。 但是到了后来,却越说越露骨。 温水煮青蛙,润物细无声。 开始时,拓拔清晚觉得莫小于真的很会宽慰人,因为他经历的这事和一般的事情还不一样,更不是自己失恋之类的事情。 那样还可以向人倾诉一下,自己心里也会好受很多。 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简直是羞于向任何人启齿,也不可能说出去。 黄骏才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一再地威胁他,但是却屡屡得手。 所以,当随着莫小于春风般的言语渐渐洗涤了他的心灵时,他的心情稍微地放松下来,把莫小于当成了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 虽然他没说话,但是他一直在说,而且大部分的话都能说到他的心坎里。 当莫小于伸出他的手,将拓拔清晚的手握在手里时,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莫小于一边抹扎着他的鲜鲜欲指,一边靠近了他的耳朵,巧声说道,就算是有再多的苦难,我都会和你一起分担。 所以,你根本不用怕任何事,就只管听我的就行,现在闭上眼,好好休息一下,你太累了。 他不懂催眠,但是却见过催眠的人怎么做,就是不停地叙道。 在被催眠者脑海里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莫小于此时,一只手悄悄俯上了他的脊背,开始是动作很小,几乎是微不可查。 但是当莫小于的呼吸渐渐加重时,拓拔清晚,终于忍不住多呼吸了几下。 他闻到了一种特殊的味道。 因为闭着眼,所以他脑海里的影像里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男子。 他抱着他,让他在自己怀里自由地徜徉,一呼一息间,他感觉到自己是无比的幸福,就想这么一直躺下去。 事实上,就在刚才,他无意时间已经被莫小于按倒在了床上。 莫小于看着眼前绝美的拓拔清晚,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这么做,这么做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那些石头,狠了狠心,吻向了他的脖梗,解开第一个扣子,将自己的鼻端深深地埋进衣领里,贪婪地呼吸着美人的体相。 与此同时,和他一样贪婪地,还有拓拔清晚,就在刚刚那一瞬间,在他体内积攒了二十多年的情欲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 出现了让莫小于都大为惊愕的事情,他居然被他掀翻在地,两人从床上滚到了地毯上。 可是就在莫小于愣神的功夫,他身上那种足以纵横情场的朱雀流香,居然消失了。 是因为他此时只顾着惊恶了,对拓拔清晚的情欲降低到了最低点,而拓拔清晚恰恰在此时醒悟过来。 一低头,发现自己趴在莫小于身上,还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 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他强迫自己了? 但是从这场景来看,恰恰是相反的情况啊。 拓拔清晚一时间羞愤难当,自己怎么能做出这种事,自己怎么能主动去对一个男人施暴? 想不通可以慢慢想,但是自己还骑在他身上,这算怎么回事? 对,对不起,我,我刚才断片了。 拓拔清晚一边道歉,一边想起身,但是却被莫小于一把拉住了手。 我不介意。 莫小于笑道,滚开,我介意。 拓拔清晚一听,莫小于还在说清凉话,更加地羞愤难当,一手称递,一手抓住了床单,想要爬起来,但是却不知不觉间把莫小于拉了起来。 哎,这下好了,现在这个姿势还不如不起来呢,变成了莫小于坐在地上。 拓拔清晚坐在莫小于身上,还是相互搂抱着的姿态。 这个姿势房式的学术上叫双面腰座位,暧昧指数比刚才大多了。 放开我,不然我叫人了。 拓拔清晚威胁道,你叫谁来? 谁能来? 莫小于也遇到。 求你了,让我起来吧,我不想开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拓拔清晚以为莫小于是在开玩笑。 你以为我实在开玩笑吗? 我是认真的,这里只有你我,你刚刚那么热烈,这会又对我这么冷淡,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小于双手搂住她的仙腰,她的腿只能跪在地毯上,要想起来,却是一点劲都使不上。 刚刚的事我已经道过签了,你还想怎么样? 你在这样,我真的生气了,放开我。 拓拔清晚脸色很难看,这是给莫小于脸色看,威胁莫小于放开她。 但是莫小于却移动了一下自己的位置,让拓拔清晚已在床檐边,说道, 不是我欺负你,而是这是太大了,我还指望着你发财的,你现在突然说你不干了,半路撂挑子, 我那些石头都可能被人家给黑了。 不会的,我保证,剩下的那些石头都会原封不动地退给你。 不但莫小于说完,拓拔清晚就开始做保证了。 拓拔清晚,你是在糊弄三岁的小孩吗? 连你自己都快成了别人盘子里的菜了,你现在和我说能保证我的财产安全。 你以为我信吗? 莫小于不屑地说道,那,那你什么意思? 拓拔清晚一想也是,莫小于的担心不无道理。 没什么意思,既然她要我的钱,那我就要她的女人了,今天我不玩高兴了。 你甭想走出这个房间,说吧,你是来闻的还是捂的,别不好意思,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闻就是你请我愿,尽管你不愿意,但是可以假装一下嘛,要是捂的可就不好说了。 不过我倒是很喜欢捂的,就是强行那啥的意思,你选一个吧。 莫小于说道,你混蛋,放开我,不然的话我就报警了。 拓拔清晚没想到莫小于这么无赖,今天自己算是上当了。 报警? 行啊,没关系,咱们先忙活完你再报警不迟,我总不能人财两空吧。 莫小于说完站起身,将拓拔清晚扔到了床上,马上就开始脱衣服了。 此时的拓拔清晚倒是镇定下来了,泪水连连,一边看着莫小于,一边说道,你们都欺负我。 行,莫小于,你来吧,我不会报警,就算是我补偿你的吧,从这里跳下去能摔死吧。 说完,拓拔清晚下了床,朝着窗户跑去。 莫小于吓了一跳,我靠,来真的,不至于吧。 为了防止客人跳楼,现在的酒店窗户都设计得很小,不费一番力气是不可能钻出那么狭小的空间的,所以拓拔清晚到了窗户边时。 以他的力气是不可能钻出那么狭小的空间的,所以拓拔清晚到了窗户边时,莫小于也感到了,哎,你这是干什么,我是和你开玩笑的,算了,既然你没用莫感,我也不费劲了,本来呢,就是想逼你一下,让你把事情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看来你是真的不愿说,那就算了。 莫小于说道,拓拔清晚听莫小于这么一说,无言地坐在窗边,看着楼下面的人像蚂蚁似的走来走去,自己跳下去,肯定能摔死。 我说过,你帮不了我,谁都帮不了我。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帮不了你? 莫小于问道,那好,我想要杀了黄俊才,你能吗? 你敢吗? 拓拔清晚吕色问道,杀了他。 不会吧,你们到底有多大的仇恨? 用得着要人命啊。 莫小于愣了一下,妈的,这果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抽他的筋。 好了好了,这都是酷刑,看来你还真是恨之入骨,但是你怎么会把那么多的钱给他呢? 莫小于问道,拓拔清晚本来正在怒斥着黄俊才,但是当莫小于说到这句话时,拓拔清晚一个机灵,抬头看向莫小于,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莫小于这个郁闷啊,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这要是说出去,不是把潘心瑜给卖了吗? 你现在知道,我是画画的,你可能不知道我被大学开除过一次,那时候,我学的是计算机,黑你们公司的网络系统和玩似的,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 切,我每天都能在几千里之外,通过你们公司里的摄像头,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说,你能骗得了我吗? 莫小于牛皮哄哄地吹上了天。 拓拔清晚半信半疑,表示很怀疑莫小于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莫小于为了让拓拔清晚相信自己的能力,说道,不信是吧,你带电脑了吗? 我给你演示一下试试。 没带。拓拔清晚说道,但是他看到莫小于这么镇定,还敢当场给自己演示,也就信了七八分。 莫小于心里倒是忐忑了很久,虽然可以侵入到拓拔清晚的公司网络,但是要捣鼓一会。 所以,待会要回去编写一个程序给潘新宇发过去,植入到《众议珠宝》的网络里,到时候直接启动这个病毒就可以了。 那就下次吧,等你回到公司时,我们也可以视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莫小于微笑道,刚刚的话题一下子被拓拔清晚给打断了,莫小于不得不重新再拾起刚刚的话题。 黄骏才对你做什么了,你这么恨他,虽然有些事不好说,但是,我要想帮你,总得知道怎么回事吧。 莫小于觉得,肯定是黄骏才把拓拔清晚给那啥了,然后再拍了照片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 这才能威胁拓拔清晚,否则说不过去啊,你真的能帮我。 拓拔清晚抬起头,看向莫小于,问道。 莫小于点点头,他知道,拓拔清晚这是动心了。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那些石头里有我一半的财产,总不能让这个混蛋都给我弄走了吧。 莫小于愤愤愤地说道,拓拔清晚看着莫小于,紧紧地盯着他,看得他心里发毛,这丫头怎么了,到底是什么事,用得着这么郑重,不会是眼前这颗好白菜真的让黄骏才那个混蛋给拱了吧。 我说的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从今往后,你甭想拿到一分钱。 拓拔清晚脸色清冷,看上去都让人觉得心疼。 我保证,你说吧,那王八蛋到底怎么你了,我肯定为你出这口气。 莫小于说道,他没把我怎么着,他要是对我,我也就认了,男人吗,和哪个不是一辈子。 这个畜生他,他对我妈下手了。 拓拔清晚说到这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莫小于听说不是拓拔清晚时,心里松了一口气,但是当听说是拓拔清晚的妈,莫小于彻底晕了。 我靠,这个黄骏才口味这么重。 不过现在想起来也是情有可原,因为莫小于见过一次拓拔清晚的妈妈,风韵犹存的一个贵夫人,可能生拓拔清晚时的年龄不大,再加上保养得好,让黄骏才下手完全有可能。 看着拓拔清晚在哭,妈的,这也没法劝啊,这怎么劝? 那,现在呢? 现在什么情况? 莫小于问道,那个畜生没撞死,住院呢,现在倒是不再去纠缠我妈了,但是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她迟早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担心她会变本加厉。 拓拔清晚说道,变本加厉? 什么意思? 莫小于问道,她不光是对我妈,对我也是动手动脚,要不是我妈拦着,我只怕,现在想想都后怕,她一直都在拿着是威胁我妈,威胁我,翡翠是卖了不少钱,我也不骗你,你的那些石头,一共卖了八千多万,除了你拿走的那些,基本都被她拿走了。 她现在是把我当成摇钱树了。拓拔清晚说道,狗日的,她怎么能这样呢?那些石头,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买来的。不行,这是不能再拖了,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事。 莫小于说道,能怎么解决?我现在就想杀了她。 拓拔清晚说道,你父亲那里,莫小于问道,别提她,不可能,这是多么丢人的事。 但是,再说了,她还有求于黄俊才的爹,她就是知道了,肯定也不敢出头,为了我们母女,她也不值得出头,这些年,我早就看透她了。 拓拔清晚说道,那说到底,就没别的办法了。 莫小于问道,有,就是杀了她,黄俊才必须死,否则我就得死。 我死了,你那些石头就没煮了,可能就归了别人了,拓拔清晚无情地笑了笑,说道,别呀,咱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说不定可以呢。 莫小于说道,要不然,你先把公司关了,或者是先到国外躲一躲,考察一下市场之类的,至少你自己先安全了吧。 莫小于说道,你想了半天,就想出这么一招来。 那我妈呢,我们就这么躲一辈子。 拓拔清晚问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暂避锋芒,然后再想其他的办法,你现在要打要杀的,即便是能成,你不是也得赔上自己的性命吗?这不值得。 莫小于说道,我不管值得不值得,我就要这样干,有胆量你就去做,没胆子就不要阻碍我。 我今天来把事情都给你交代清楚了,你可想好了,要不要把那些石头都拉走,想好了给我打电话,否则,别怪我到时候没通知你。 拓拔清晚说完,一把抓起椅子上的小包出了房间。 剩下莫小于一个人在房间里待坐着,房厢还在,依人已去,莫小于摇摇头,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黄骏才那是什么身份,要是无缘无故被人杀了,还不得把半个中国翻过来。 拓拔清晚打得好主意,居然要把他拉下水,哼,就是那些钱都不要了。 莫小于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命去拨。 命都没了,要那么多的钱,有什么用? 又不能下辈子接着花,命没了,财富也就清零了。 莫小于刚刚到了房间不久,蒋玉然打电话进来了。 我刚刚出去了一下,蒋大哥,找我有事? 莫小于问道,没事了,我师兄刚刚过来了,和我聊起了你,知道你在这里,所以想和你见见面。 哪知道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不在客房,现在他走了。 蒋玉然说道,宗书也来了。 莫小于一愣问道,和他老板一起来的,说是来谈一笔生意,不知道谈成没有,你现在有时间吗? 下来茶室喝杯茶吧。 蒋玉然说道,好,你等一下,我这就下去。 两人见面,蒋玉然撤了刚刚宗书的茶杯,换上了新的茶盏,看着莫小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蒋大哥,怎么笑得这么瘆人呢?我脸上有花呀。 莫小于问道,你脸上没花,但是有口红。 蒋玉然说道,不可能吧。 莫小于一惊,急忙用手去磨,但是看到蒋玉然笑得更厉害了,这才知道上了他的当了。 他记得自己,好像和拓跋清晚没有接吻呢。 蒋大哥,你学坏了,炸我呢。 莫小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我见过我师兄的那个女老板,很不错,你说实话,他来这里是不是见你来了? 蒋玉然问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莫小于没有承认,但是也没有否认。 我能如何啊?只不过刚刚我的师兄说了一句,让我转告你,那个女人背景不简单,对他屈之若鹜的男人更加不简单,你还是小心为好,否则,得罪了一些看不到摸不着的权贵,可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蒋玉然警告道,谢谢大哥提醒,不过我对那个女人没兴趣,我只对我的钱感兴趣。 莫小于说道,那就好,京城的水很深,你以后还是少去为好,撵得扎了脚。 好,对了,我以前不记得英总身边有这么一个女人啊,这是从哪冒出来的? 莫小于问道,你问我,我问谁去? 哎,领导的事,我也不好问太多,好像是一个在中国待了很多年的日本女人,具体我也不清楚, 老板的私事,我不过问。 蒋玉然说道,日本女人,怪不得呢,少见。 莫小于笑道,你什么意思? 蒋玉然见莫小于笑得很暧昧,问道,蒋大哥,你不知道吗? 日本女人会一种魅属,那可不是一般的男人能受得了的, 英总拜在她的十六群下也很正常。 莫小于说道,行,你这话可以和英总说一下,你们可以切磋一下。 算了吧,对了,我东西的照片带来了,你看看这方印,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方印绝对是乾隆爷用过的,英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洛京看看。 莫小于将拿来的档案带递给了蒋玉然。 可惜了,我师兄刚走,不然的话还可以让他看看,他是玉石的行家。 蒋玉然边打开档案带,边说道。 莫小于接手了泡茶的活,而蒋玉然则是拿出了放大镜,仔细地研究着手里的照片, 越看脸色越凝重,直到一刻钟后,将照片放回到了档案带里。 怎么样?莫小于问道。你能先告诉我这东西是哪来的吗? 蒋玉然神情凝重地说道。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不是我的,我只是替人跑腿而已,怎么了?这里面还有事? 莫小于很奇怪蒋玉然的表情,问道。 要是让英总看到了,他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他有个和这个差不多的。 当时你打电话说有一方乾隆爷的印章,我也没在意,但是看到照片时,我才记起来英总也有一方这样的印章。 蒋玉然说道。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拿来的这个是假的了? 我看着不像。 莫小于说道。 没错,这是真的,英总那个也是真的,只不过英总那个背道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就是这一方印章,没想到五年过去了,它现在居然又现实了,还通过你找到了这里。 你说这是缘分呢?还是这印章几家呀? 蒋玉然兴奋地说道。 这下可把莫小于说糊涂了,这方印章是英康宁的,但是这东西现在在文胜利手里,难道说文胜利是那个窃贼?这不大可能吧? 不不,等会,蒋大哥,你没说错吧?这东西真的是英总背道的那枚印章。 莫小于不信地问道。 确实是。 蒋玉然非常笃定地说道。 嘿,那这是怎么办? 对了,当时报警了吗? 莫小于想起了这茬,这么贵重的东西,要是丢了,肯定会报警的,但是莫小于还真是猜错了。 报警? 怎么可能呢?这东西来自国外,报警不等于是告诉别人这东西,曾在英总手里吗? 蒋玉然低声说道。 莫小于瞬间明白过来,这东西可能是胡杨林他们从国外弄回来的,所以就算是丢了也不敢吱声。 那怎么办? 莫小于问道。 这东西是他丢的,我觉得可以出点钱买回来,但是要价钱很高的话,怕是不可能。 蒋玉然说道。 莫小于心想,这下热闹了,你不肯花钱买回来,但是文胜利也不是善茶,也不能让你象征性地给点钱,就让你拿回来。 蒋玉然看向莫小于,她一直认为,这是莫小于肯定是有份的,但是看上去这家伙表情安静得很,不像是心虚的那种表现,难道是自己看错了? 这东西在谁手里?我敢保证,要是英总知道了这事,她肯定会买回来,到时候你还是要说这东西在谁手里吧? 咱们是什么关系?你何不现在就说了? 蒋玉然就没说道。 如果是一般人,蒋大哥,你这方法或许可行,但是这个人嘛,怕是不好办,不是我说不通,我也只能替你们牵个线,其他的,我真是做不了主。 莫小于说道。 怎么,连是谁都不能说? 蒋玉然问道。 这倒不是,洛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文胜利。 莫小于说道。 公安局的?怎么会和这东西扯上关系? 蒋玉然皱眉问道。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它怎么到手的,这也是行内的规矩,要买就买,不买拉倒,就这么个事,对吧? 你还是尽快和英总见个面说一下,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回去了,唐州还有一摊子是呢。 莫小于说道。 行,你等一会吧,我待会上去和英总见个面说一下。 哎,现在要见英总,也要经过那个女人同意,真是不知道英总是怎么想的。 蒋玉然摇头苦笑道。 这女人来了多久了? 莫小于问道。 没有多久,是英总京城挖来的高级酒店管理人才,你懂得。 蒋玉然笑笑说道。 看来伟大英明的英总也不能免俗啊。 莫小于调侃道。 蒋玉然笑笑,看了看表,离开了茶室,说是要去见英康宁。 莫小于一个人在茶室里喝茶。 过了一会,发现邱天刚也到了茶室,只不过也是有一个女人陪着。 莫小于正在犹豫要不要去打个招呼,又怕坏了她的好事,谁知道那个女人和她什么关系。 这些老家伙,人越老,身边的女人越漂亮,莫小于发现,各行各业都是这个现象。 但是莫小于还没想好呢,那个女人就向她走来。 莫先生吗? 邱先生请您过去喝茶。 女人很温柔地说道。 莫小于笑笑,起身走了过去,邱天刚好像睡了一觉,精神多了,见到莫小于也没说话。 一伸手,示意莫小于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 正宗的八仙桌太失忆,莫小于低头看了看,这是真正的名士家具。 这还是汉顶酒店私家茶室,这里不对外开房,只有少数人能来这里。 英总真是大手笔啊! 求爷,咱们坐的椅子用的桌子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说不定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做过呢。 莫小于笑道,那又如何,现在还不是被人拿得死死的,我以为这件事很快就能处理好,她也向我保证过。 哪知道我们的钱付出去了,现在却出了漏子,怎么办? 我也不能一直都待在这里,来回非我也受不了,实在是难受。 莫小于本以为卖弄一下,来个开场白,哪知道这老头火气这么大,看来对英康宁的不满不是一日两日了,只是无处说而已,只能在莫小于这个合伙人面前发几句牢骚。 求爷,我们还是喝茶吧,恐怕英总的日子也不好过,对他来说,面子比钱重要。 他当时找您时,肯定做了不少的保证了,现在这些保证实现不了,他比谁都恼火。 莫小于调侃道, 嗯,你小子眼睛毒得很,他现在很上火,尤其是我在这里等着,一日处理不了,他的火气就一日下不去。 求天刚因为莫小于的话笑了起来。 这就对了,求爷,您的钱那么多了,还在乎这点钱,既然到了金门了,要不然,我明天陪您出去逛逛,麻花您是吃不动了,包子还行吧。 莫小于问道, 猴崽子,行,我前几天去了趟巴黎,见了见林后,他说起你了,你要是有时间,去巴黎一趟,给他带点家乡的东西,人老了,就念旧,哎,我这些老家伙都活不长了。 哎,求爷,瞧您这话说的,您老现在龙惊狐猛,那个谁,莫小于说到这里时,看了一眼旁边的那个女人。 莫小于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女人绝不是求爷的晚辈亲人,那就是其他的关系了。 所以说到这里时,莫小于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就是,这不还带着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 您能说自己老吗?你这个猴崽子,越说越不上道了。 说完拿起拐杖做事,要打莫小于,但是莫小于并未躲开,而是多看了一眼这个女人。 莫小于这边开着玩笑,但是这个女人却纹丝不动,不论是脸上还是肢体,都不动如山。 田净得很,对了,求爷,我要和您说件事,其实这是我也想到香港时在登门请教的。 既然在这里碰上了,我就在这里说了。 莫小于说道,求天刚点点头,没说话,示意莫小于继续说。 我记得我和您见面,还是因为新天河的人去找陈婉盈律师的麻烦,本来就是新天河的不对。 没想到,他们还想着借刀杀人,我去了泰国,找将头师替陈律师解除降头。 但是没想到,他们勾结了金三角的人在将头师家里埋伏,想着把我干掉呢。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莫小于说道,有这回事,你有证据吗? 求天刚问道,有,后来因为这件事,我和金三角的人还成了朋友,算是不打不相识,求也要是需要证人,我可以让这人去香港作证。 莫小于说道,好,我知道了,我会过问这件事的,新天河的人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都是一群年轻人,很不懂规矩,不把老人放在眼里。 求天刚愤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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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 有事 你们要是有事就去办 不用陪着我这个老头子 邱天刚说道 还是求爷盛名 慧眼如炬 一眼就看出来了 蒋玉然说道 行了 老蒋 你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去吧 忙你们自己的事要紧 邱天刚说道 蒋玉然脸一红 和邱天刚告别 带着墨小渝 去了英康宁的总统套房 汉顶酒店指此一套 专门为她准备的 从来不对外 看样子刚刚起来 肿眼炮还没消肿呢 但是没看到那个女人在 当然了 他们是在客厅里见的面 那个女人也可能在里间呢 英总 没打扰你休息吧 莫小渝打招呼道 坐吧 郁然也坐 小渝 郁然拿来的照片我看了 我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东西还能再露面 本来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呢 英康宁说道 英总的意思是买回来了 莫小渝问道 我是这么打算的 但是这价钱怎么算 那人有没有说个实在价格 英康宁问道 没说 我也没说这值多少钱 一切都要你们见面了再谈 对了 他还有不少其他的收藏 你们也可以选一选 至于价钱 你们自己谈 我不参与 莫小渝说道 郁然 你看呢 英康宁问道 要不我去洛京走一趟看看 嗯 可以去看看 但要是价格高得离谱 那就再等等 这东西吧 见不着时想着它 现在知道它好好的 我这心里倒是没那么急躁了 英康宁常常地出了口气 说道 莫小渝心想 你在这里发什么情怀都无所谓 我也不会告诉文胜利 多少钱能成交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不参与 成与不成我都不管 这位局长也不希望这东西露面 而且如果钱很多的话 他放在手里也是扎手 这样吧 小渝 汉顶集团目前在海外也有建筑公司了 我们可以帮着他在海外置业 可以毫无痕迹地把这些财产放到了他推荐的人名下 对他来说 这是最好的选择 在国内 他要那么多钱干啥 不方便吧 蒋玉然说道 英康宁点点头 这倒是个好办法 可以以此来压一压价格 莫小渝再笨也明白 这不就是帮着文胜利把这些钱洗出去吗 而且还是这么大的公司 要是这东西都不进文胜利的腰包 他会相信吗 我说了 这是我不参与 你们谈 这样的事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对吧 我相信他也是这么想的 莫小渝说道 你这个滑头 你这是不打算参与任何事了 你在这里面没什么好处吗 英康宁不信地说道 别提了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 这个人贼得很 刚刚英总问我在这里面有没有利益 确实有 就是保证自己不被抓进去 莫小渝无奈地说道 神 什么意思 蒋玉然问道 莫小渝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 英康宁和蒋玉然面面相去 想不到这个人这么阴险 看来和这样的人做生意 还真是要多个心眼 否则 岂不是要受制于人 三人定下来 有蒋玉然跟着莫小渝去一趟洛京 随时和英康宁联系 能买则买 不能买再说 英总 唐舟就先放着了 不开发了 莫小渝问道 玉然和你说了是吧 哎 没一个省心的 董事长那里是一波三折 穆英泽那里是磨刀霍霍 我这里是心力交瘁 没办法 只能是先等等再说了 英康宁抚着眉头 看得出 唐舟的事就够他闹心的了 金门这边又是后院起火 这下他算是两线作战 能不闹心吗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唐舟 我还想着 让你帮我和董子墨签个线你 这家伙算是恨死我了 那天在你的别墅里 扬言和我绝交了 这样下去 怕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莫小渝说道 莫小渝这么说一来 是想表示个姿态 那意思 就是自己是希望和董子墨和好的 二来借助英康宁的嘴 把这话带给董子墨 毕竟都在唐舟市 而且 之前又那么好的关系 也不能说断就断吧 哪知道自己这个态度刚刚摆出来 英康宁喝了口水 摆摆手说道 别 没得做就没得做吧 那小子比他爹还鸡贼呢 更能算计 莫小渝一愣 听英康宁这一死 对董子墨也很是不满了 怎么搞的 原来看起来铜墙铁壁般的联盟 怎么变得这么千疮百孔了 英总 您这是 好了 不说了 这事就交给玉然办了 我还没睡好 再补一觉 晚上要去陪市里那些酒鬼 不知道喝到什么时候呢 我要再歇一会 英康宁摆摆手说道 莫小渝和蒋玉然 只能告辞出了门 莫小渝看看缓缓关上的门 笑道 英总的身体没事吧 我怎么看着大不如前了呢 嗯 可能是累的吧 蒋玉然无心地说道 是啊 有那么一个女人在身边 能不累吗 不过 累得很舒心啊 莫小渝笑道 蒋玉然点了点莫小渝 摇头苦笑 但是没说话 她是不敢再说了 生怕莫小渝在抓住她的话柄 莫小渝还想再开个玩笑呢 没想到莫小渝的手机响了 她一看是龙又轩打来的 于是向蒋玉然示意一下 走到一边去接电话了 喂 找我有事 莫小渝问道 你跑哪去了 手机关机 几天都不见人影 你又去哪里鬼混了 龙又轩上来就是一顿批 哎 师姐 您还是先说是吧 我在金门呢 这可是长途家漫游 莫小渝说道 你跑那干嘛去了 我找你是因为翟尾刚 处分下来了 今天来找我了 可能要离开唐州了 复原 龙又轩说道 找你干什么 对了 是不是找我要车呀 你就说我这些日子都不在唐州 等我回去再说吧 先拖一拖 等到时间长了 这事就拖没了 莫小渝说道 喂 你这人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 他可是因为我们被处分的 你就不能说句安慰的话吗 你懂不懂那身军装对他的意义 龙又轩没想到 莫小渝首先想到的是打赌时的那辆车 这人真是太没人味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莫小渝想解释一下 但是没等莫小渝说完 龙又轩就接过了话头 你想说什么 直接和他说吧 免提开着呢 龙又轩说道 莫小渝在电话这头 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龙又轩怎么能这样呢 你三天不坑我能死吗 虽然莫小渝和翟伟刚 不是真正的朋友 但是正如龙又轩说的那样 他被处分复原 确实是和他们有关系 尤其是和莫小渝 杀了那个外国人间谍有关系 他现在一推625 确实不地道 所以当被龙又轩这么赤果果地逼到墙角时 他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喂 信号不好吗 喂喂 你怎么不说话了 龙又轩问道 宅兄 确实是对不住了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车回去就买 你要是需要钱 我可以折价 直接把钱给你打过去 怎么样 墨小渝说道 这还差不多 不过呢 再多的钱也有花完的时候 墨小渝 你不是要注册房地产公司吗 让他在你公司里干算了 回去也没什么好工作 干个警察累死累活那么少钱 龙又轩又替翟伟刚做主了 这期间 翟伟刚一直都没吱声 这让墨小渝怀疑 翟伟刚到底在不在龙又轩身边 于是说道 你不是不支持 我注册房地产公司吗 我现在又想通了 不行啊 龙又轩霸道地说道 好 你说了算 对了 翟伟刚到底在不在你身边啊 你不是胡我吧 墨小渝皱眉问道 谢谢老弟 等你回来了 我们再细谈 翟伟刚突然出声了 吓了墨小渝一跳 龙又轩啊龙又轩 你可真是够贼的 这下完了 又落他手里了 好好 兄弟 实在是对不起了 都是龙又轩给你添的麻烦 这时 我回去好好批评他 我那公司还没成立呢 等我回去 咱们共上大计 墨小渝说完就挂了电话 丝毫不给龙又轩说话的机会 打完了电话 墨小渝这才走回到大厅 还是觉得我好糊弄 蒋玉然不满地说道 我还没想好呢 现在房地产好做 蒋大哥 你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分析一下 我做房地产能做起来吗 墨小渝问道 你也要做房地产 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 是有人 有地 还是有钱 蒋玉然问道 这三样 我基本都没有 现在房地产市场血流成河 你进来是想贡献点血 还是想割点肉 蒋玉然问道 有这么严重吗 墨小渝不信蒋玉然的话 觉得他是在打击自己的积极性 墨小渝一直也在考虑到时候 怎么和英康宁摊牌 自己要是真的进军房地产 杜曼山肯定是要回来主持大局的 一来杜曼山干过那么多年的 基金担保公司的经理 和唐州市大大小小的银行很熟悉 二来经过了潘家村的项目 杜曼山肯定完全能掌握 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运作规则 可是现在杜曼山是英康宁唐州公司总经理 老弟 听我一句话 老老实实搞你的艺术 艺术和房地产离得太远 你不懂这个 迈进来再想出去 那就难了 蒋玉然苦口婆心地说道 但是墨小渝是那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 岂会因为蒋玉然几句话就打退堂鼓 再说了 蒋玉然只是看到了墨小渝什么都没有 他不知道墨小渝到底有什么东西 没钱 有杜曼山的融资能力 有龙顶天在银行的斡旋 还有拓跋清晚源源不断的翡翠分红 没人 英康宁和蒋玉然现在不可能想到 墨小渝会把手伸向他的盘子里 到时候肯定会有矛盾 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出来 否则英康宁可能会立刻把杜曼山给开了 没地 有龙顶天在还能会没地吗 他能把英泽集团扶持起来 为什么不能再造一个英泽集团 这些都是墨小渝暗暗地筹划 现在说这些都太早 树大招风 这个道理他懂 蒋玉然见墨小渝不说话了 以为是被自己说服了 于是笑笑说道 小渝你要是真想搞房地产 我倒是可以和英总说一下 你可以参股 怎么样 有兴趣吗 让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吓坏了 这是我得好好想想再说 墨小渝摇头说道 见墨小渝这么说 蒋玉然也没再多嘴 他本以为这是墨小渝的玩笑话 说过了也就说过了 没当回事 但是没想到 有一天 墨小渝真的成立了房地产公司 当然了 这是后话 蒋玉然让人去订了第二天 非网络京市的机票 而墨小渝 则去了仇天刚的房间 要走了 怎么着 也得和老爷子告别一下 像他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 最烦的就是 小辈不尊重他们 墨小渝不会犯这种错误 仇爷 实在是对不起了 我明天一早要赶回去 本来说好了 要和您一起去吃包子的 看来是吃不成了 墨小渝说道 仇天刚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说道 这才几点 要不然 我们今晚去听相声吧 金门是相声窝子 来这里不去听听 就白来了 行啊 没想到您这南方人 还喜欢这一口 墨小渝笑道 废话 我去香港前是河北人 离这里不远 仇天刚说道 于是 三人一起出了门 仇天刚还带着那个女人 一出门 墨小渝愣住了 这个刚刚在屋里 还温文尔雅的女人 把司机赶下了车 自己坐在了司机的位置上 那车是英康宁配的 司机自然也是英康宁的人 但是现在换成了 求业自己的人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